台长很对 台长我告诉您 就是我跟我丈夫关系一直很不好 千真万确 就是结婚前两年可能好一点 后来一直六七年都很不好 然后我跟你学佛一年多了 一直都在面前面秀 但是上一周我做到一个梦 梦到了我和她的前世的关系 前世我跟她也是夫妻 她的最后是拿刀把我杀死了 最后还算了失 但是那个 那个当时负责保护我的那位女警察 她当时反应被用词负 没有保护我 哎呦 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就深深的体会到六道轮回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六道轮回啊 嗯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人和你 凑成一家子 对啊 就是冤姐在凑成一家子啊 我告诉你 你看警察没有保护好你的 那个警察变成你的女儿了 对不对 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的老公上辈子把你杀了 还碎尸 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做到这个梦 你怎么会知道啊 台长为什么有些时候 不愿意告诉你们啊 你看给你知道了 有什么好啊 很麻烦的啊 知道之后 吵得更厉害怎么办啊 但是这边坚定了我学货的信心啊 我正经是一定要好好跟台长学习 对 一定要跳出这六道轮回 对 一定要把高华的债都还清 然后把这些捏债都还完 然后呢 能够跳出这可怕的六道 对对对 就想在此对港带学货的同书说 你们真的不要只做于家里 这个和那个的关系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你现在明白了吗 台长可以告诉你 这就叫看破红尘 看破红尘并不是说消极的 还是积极的 明明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更要好好的去修行 对不对啊 对 这是我的体会 但是台长就是 我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想通的地方 比如说他台长去年一月份 帮我看过图腾 说我还他的债 还的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男孩好像 还会在这本家里的讨债 你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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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不过是做到梦的最后 他把你杀死了 而且他恨你恨的这个样子 说明你开始的时候 你把他欺负的 已经不能忍耐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像这种梦不是太好的 给你知道了不好啊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结局是什么吗 也不好啊 你听得懂吗 你现在他是还在还你的债 明白了吗 我错了的结局就是 他把我欺负够 然后有一天 如果我不学佛的话 我又把他杀了 然后他们就生生世世的融合下去 对啊 但是我现在我不可能杀死他 我现在天天都在念解决 你知道杀死他并不是用刀的 用意念也能杀人的 嘴巴里讲一讲啊 一个事情比方说有一个有一个女的 人比方说人家人家跟他说 看你知道他先生天天会开车 要稀里马哈的 一岁睡不好的话 吃那个吃那种药 一吃药的话他开车就不当心的 结果他老婆呢就不提醒他 那天的早上的应该早上的不应该吃药 因为他睡了太晚了 人稀里糊涂的 他说你吃药呀 那也不是有意杀他的 他这吃药开车出去就撞死了 你知道吗 这也叫杀死他 这也叫报应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台长 啊 所以这种事情 每天台长您说 啊 你现在要多念姐姐奏 我每天四十九更够吗 礼佛呢 礼佛现在是因为在吵架 我还一直都会找流产的孩子 我的礼佛是练给 就是消除我的灭障 消除我流产的灭障 大伯做什么 大伯就二十一遍 心心七遍 然后礼佛大众会有七遍 不许吃黄海鲜了 没有没有 台湾没有 好吧 你现在跟你老公 你既然知道了 我我跟你讲一句话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好 明白了吗 因为你 告诉他的时候 因为你告诉他的时候 在前世的某一天 他把你杀死的时候 他也会突然之间 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活在人间 突然之间要发疯一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长 台长就是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幸福 他现在我念了很多句 然后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 那当然了 很难的杀人的人 实际上到人间就是来被人家欺负的呀 你要看看他现在是怀你在 他现在非常没有怀你在 他还要变本家里 你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明白 他自己说过 他说他如果以后下地狱的话 也不会来找我帮忙 你知道很简单了 就下地狱了 下地狱了 他比人家死得还要惨呢 明白了吗 台长我理论上我就懂 但是现实生活中好像 多念心经 心经太少了 我的心经都被灵性拿走了 台长 智慧不开 你听得懂吗 可是我的心经 工作里的心经都被他们拿走了 我没有办法多念 多念也是被他们拿走啊 拿走吗也是怀呀 你以为人家白拿的 你欠的人家才拿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